我本以为这世界上 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 连一克 今日被你占了先机 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雷锋 走 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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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吧 伤子不轻 晕过去了 必须马上请大夫 把她抱起来 等她醒了之后 你可以说是你救了她 那当然了 英雄救美的机会本来就不多 肯定是让我当小瞎的英雄了 大夫马上来了 你赶紧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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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提醒你一句啊 那个东方是心狠手辣 找不着连一课很可能会找你 你自己小心点 好 小六传来消息 小六传来消息 让我去趟东兵郡 我不能保护你们了 你自己 赶紧去郡王府派些护卫来护着你 行 我叫剑飞 现在就去一趟晋王府 你就不想见花不齐一面啊 不惜被绑的事情非常古怪 我到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我今晚去一趟朱府 见她问问清楚 你们这对诗男悦女啊 终于肯见面了 有话好好说 我就不明白了 你有什么不敢见她的 我先走了 那小子到底对老头说了什么呀 说还一个人 怎么还哪 你说老太爷不会被东方 是自己疯了吧 老头 那臭小子最后 到底对你说了什么呀 我饿了 先买饭吧 吃完再说 去一趟厨房 给老太爷弄碗洋春变去 要快 别讲究了 老头 你也别吃饱了再说 现在说 她说要入赘呀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 入赘怎么了 入赘了我也不见 小姐有所不知 男子入赘 对这个男子来讲是一种耻辱 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如果他入了赘 他以后就是朱家的人了 不再是东方家的人了 即使你们生了孩子 那孩子也只能姓朱 跟东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就答应了 哎呦 我也是被欠淫压弯了腰不是 朱家百年的基业这一旦毁在我手里 我怎么去面对我那列祖列宗啊 这再说那个东方小子长得还不错 武功也好 关键哪 那个医术还一绝啊 你要是跟他 跟他成亲 这 这是个赚钱的买卖 我看着九叔死 我绝不会原谅他们的 要不是他们 九叔会离家出走 哪会那么惨吗 这是 老头脑袋是糊涂了呀 别别别别 我这脑袋里头也就是转了千百遍 我 我不是还没同意吗 你是谁 你是谁呀 你 你是我做生意的物件吗 你是飞儿的女儿 是我们朱家的孙小姐 我就知道你不会见钱眼开 你早说嘛 我还以为你不报仇了呢 我怎么能不报仇呢 我查不到神秘人 这 明月山庄他在那儿了吧 我就派人查那明月山庄 我查到底下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要先不翻这明月山庄 我就不是朱八爷 我改名王八爷 好 那我要是不还心那些妾名 我就不叫朱 朱 有志气 给我 我的天哪 小湘 小湘 奇怪 怎么一声波坑人就不进了 我哪儿去了呢 我哪儿去了 我哪儿去 再进去 jumped 远崇 你再盯着他看 小虾姑娘脸上非触个窟窿不可 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醒啊 建飞 你再帮我去请个大夫看看 大夫刚走 而且大夫不是说了吗 他是因失血过多导致的气血亏损 已经服了药了 明早就能醒了 那我今天晚上 就一直守着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怎么受的伤 你又是怎么救的他 这 这说来话长 等我有时间了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 照看我的女人 没有时间跟你说话 院主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你小心点 孙小姐你就回去吧 让我去就行了 小虾过风那么好 他不会出事的 小虾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么久 他肯定出事了 别花时间劝我了 快去找呀 走走走走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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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鬼鬼祟祟在我朱府门口做什么 你是什么人 拽个身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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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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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不找了吗 好 藏狐狸 这个店来了 这个店来了 这边有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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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卖的 三十文一个 多少钱 三十文 抢钱啊你 腿挺长 走挺快呀 小姐似乎认识这个人 刚才说话也奇奇怪怪的 谁呀到底 小夏曾经说过 有个安政保护小姐 莫非是她派来的 也不知道小夏 到底怎么样了 小夏刺杀东方氏受了伤 原宠在照顾她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 其实父王反正知道 你不是她的女儿 你母亲的死 可能也和父王有关 她找到你 其实也是为了利用你 七王爷为什么要利用我 可能 和利益金钱有关吧 父亲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你被任何人利用 我不会保护你 我不让你受委屈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 我一定要有要的 那不会让你受委屈 你终于不得了 你把我去买你 你会被人保护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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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得了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让她间歇封号 黑凤 小霞回朱府了吗 探子来报说小霞并未回府 那就去问问苏州府所有的大夫 今天有没有人诊治过一个尖扇和胸口 受过剑伤的女子 诺 黑凤这就安排 慢着 听说连衣客曾经坏过明夜山庄几件好事 你去问问刘明月 看她有没有连衣客的消息 这个连衣客敢和我抢媳妇 就算绝地三尺我要把她给挖出来 诺 陈屿 你知道吗 你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莫夫人下毒想害我 我差点就死了 幸亏被救了回来 莫夫人还对我娘下毒 把我娘也害死了 这个莫夫居然如此大胆 等我到了东平军之后 我就传信给我外公 他乃国公 要处置一个莫夫 还是轻而易举 是莫夫人也害我 可莫大哥待我不保 我还没有想清楚 该如何处理此事 你别心举妄斗 害了莫大哥 好 都听你的 等东平军的事情忙完之后 我就叫皇上请求 去除掉王爷的身份 我不要什么封地 让我逍遥自在就好 到时候 我再回到苏州 和你一起共度一生 你不是被贬到东平军的 而是有任务 对 皇上让我去东平军 就是为了调查明月山庄 皇上觉得明月山庄有问题 太好了 明月山庄杀了我九叔 我恨不得把他们 所有人都抓起来 陈渝 你一定要好好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了你好好 调查清楚的 不行 前几日你被人抓了起来 后来又被人送了回来 还说什么 要悬赏抓连一克 到底怎么回事 陈渝 我跟你说件事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怎么了 绑我的人叫东方石 他是个不万规矩做事的人 我们朱家欠东方家一大笔钱 若是还不出来 就要嫁一个女儿给他 所以他才绑架我的 说起来 我算是和他有一纸婚约 他知道我喜欢连一克 想杀连一克 我怕你有危险 所以才对外悬赏要抓你 想警告你的 连祝福都还不起的因子 到底是欠了多少 好几千万两呢 不过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 我讨厌死他 而且我已经很努力在赚钱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看来 我这王爷的身份 暂时还不能去除掉 到时候要是祝福还不起因子 我还能用王爷的身份 再拖欠几年 到时候 我们一起赚钱把钱还了 我就不信 我们俩加起来 还还不上这些饮料 不急 你好好带他祝福 我们安完所有的事情就回来 你要是再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 当心我忘你的样子 小刘那传来消息 我要是再不敢往东平郡 西楚州的将领 就会发现我擅自理对 到时候上报给了皇上 可就麻烦了 你去东平郡 可一定要小心 那里毕竟是明月山庄的地盘 强能不压地头蛇 你可千万别逞的冒险 而且我们祝福 也在查明月山庄 也有什么消息 我会给你烧兴趣的 我不会有危险的 你别忘了 我可是连衣客 而且是时间齐发的连衣客 对 时间齐发 对了 我们祝福 在东平郡 也有做一些小生意 等你到了 我会命那儿的掌柜 去郡王府 谈些高山大叶茶的生意 这样祝福 就可以和东平郡 建立生意上的往来 我也可以借此 知道你的动向了 我的不期就是聪明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 忘记我的样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驾 驾 韩统领 停 小六 韩统领 这 这可怎么办啊 这 这可怎么办啊 都到西楚州了 可是殿下还没赶上来 这东平郡乃西楚州下郡县 这知府和守将大人 肯定要过来拜访 我看咱们这回是躲不过去了 躲不了也要躲 就说世子沾染风寒 暂时见不了人了吧 少爷回来了 世子有令 前方驿站休息 驾 驾 我赶来的可还在极迟 没被人发现吧 少爷再不来啊 我和翰通领都快被吓死了 总是拦着不见人 难免让人心生怀疑 不过幸亏 大家以为您得罪了皇上 被贬到东平郡 所以来求见的人并不多 总归是没露出什么破绽 有谁要见我啊 都是沿路的一些官员和乡绅 还有柳青吾 柳青吾 对 他一直跟着车队 中间求见了好几次 我找各种理由给他挡了回去 他现在还在门口等着 我还在门口等着 哪一道 现在依然光有法 现在的利益 就算是新的 什么 都是网友的 也要不可以 自己的人 也要得一中国 让你让我走 让你让我来 所以不愿见人 柳姑娘可别介意 不知柳姑娘找我 所为何事 郡王 七王爷找到碧罗天了吧 听说主上 把柳明月狠狠地惩罚了一顿 定是碧罗天的秘密 被泄露了才会这样 清吾已经完成了 和郡王的约定 郡王 您没有忘记 对清吾的承诺吧 柳姑娘请放心 本王并不是背信其一致人 答应柳姑娘的设计 我一定会办到 那清吾就多谢郡王了 清吾已经想到办法 重回明月山庄了 希望郡王能够配合 柳姑娘想到了什么办法 清王爷从柳明月手中 得知碧罗天的下落 郡王又来到了东平郡 无论是皇上把郡王贬到这里 还是有什么目的 柳明月一定会小心提防着郡王 柳明月身边缺乏有力的帮手 清吾希望郡王能够假装对我有意 这样我就可以说服柳明月 派我来到郡王身边监视郡王 等到我重新得到柳明月的信任 继续当明月山庄的大小姐 我就能趁机烧了他 既然柳姑娘什么都已经想好了 倒是替本王解决了很多烦心事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既然郡王同意了清吾的想法 既然郡王同意了清吾的想法 那现在可要开始改口了 不应该再叫我柳姑娘 应该叫我清吾 好 清吾姑娘 是清吾 不是清吾姑娘 是清吾姑娘 郡王 我可以叫你长青吗 可以 长青 你觉得我美吗 美 我温哥 比我温哥 我爱你 潜洱 不要 我한你 是 你比那春色还美 本王若是能得到你这位佳人 实乃三生有幸 张庆 你所言可属实 刘姑娘觉得 我刚才演的可还像 秦吾差点就相信了 既然长青同意秦吾的做法 那秦吾现在就回明月山庄了 刘姑娘 不 秦吾 你刚才口中所说的主上 秦吾 你对她有多了解 主上 主上一般有吩咐只会找柳明月 清吾平常接触不到她 只知道她的长相和她有一个外孙 其他的我并不清楚 长青 你问这个 难道此次前来是为了主上吗 若是柳姑娘能帮本王找到她 替皇上解决了心头大欢 本王向你保证 不仅能让你当上明月山庄的庄主 还能帮你解除她对明月山庄的控制 让柳姑娘成为明月山庄真正的主人 希望能如长青所言 那清吾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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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怎么会忍心对你下手 我是怎么会忍心的 几乎欺负射的 还几乎我 你还给他们一个人 好 死人 你还可你 还不得不得 辩心的 她此行肯定另有目的 说不定就是冲着明月山庄来的 师父也一定会想要派人看着她 只是师父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手 所以清吴就来自荐了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看着她 师父 还记得清吴曾经在王府 为七王爷跳舞的事吗 当时陈玉提前为我准备好沐浴的水 在门口等着和我一起饮茶作诗 还亲手为我整理发丝 眼神充满着爱意 清吴觉得她定时对我有意 你以前为何不说 当时未觉得有说的必要 如今不同了 如果师父派我去应付陈玉 将功赎罪 与东平郡王打好关系 对明月山庄百利而无遗憾 师父 您觉得呢 你过来 师父 一个月之内 我还能把针取出来 否则 它就会随着你的血脉 进入你的心脏 到时候你就会和七王爷 一样的下场 你最好期待 陈玉真的对你有意 要不然 你就真的 没有机会了 请吴绝不辜负师父所托 公子 今天带的是什么菜啊 今天是你在莫府的最后一天 我特意命令厨房做了一些 你最喜欢吃的小菜 最后一天 公子 难道是想杀了我 事到如今 我还需要杀了你吗 我把你囚禁于此啊 也是迫不得已 要不然放你出去 你回到明月山庄 又得与我作对了 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 公子 那难道你是想放了我 因为你今日出了莫府之后 不仅不会成为莫府的敌人 或许 还会成为我对付明月山庄的 助力 公子 你这段时间 已经测访我无数次了 师父虽然平时待我苛刻 甚至有些不尽人情 但总算对我有恩 我是不会背叛他的 但你有养育之恩 那如果是 杀父杀母之仇呢 公子 何出此言 莫博当年放火烧了薛家 曾查出一件事 他放火之前 已经有人杀了薛老爷的儿子和儿媳 还想走了一对 在墙堡中的孪生姐妹 我找到当年接生的吻婆 吻婆说 那孪生姐妹腿上 有青涩的胎记 我昨天问过你有没有 你说有 这就证明 你就是那孪生姐妹中的一员 也难怪柳明月 对你们如此无情啊 因为 她是薛老爷和婢女所生 苏小备受轻视 她恨薛家所有人 自然也恨你们 你骗我 师父不可能是杀我父母的凶手 那我放你出去 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 恐怕那些人 早已被公子所收买了吧 那你可以直接从柳明月身上下手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会去问的 公子 你是真的肯放我出去吗 你若想回来 我随时欢迎 但愿公子 对师父的诋毁都是假的 也希望我和公子以后 再也不会成为敌人 放心吧 我的消息不会所难 我们不会再是敌人了 老杜 大人 这新王世子 虽然只被封了一个东平郡王 但已是咱们西楚州内 身份最尊贵的皇亲了 他初来乍到 咱们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 不急不急 这关将军可是西楚州 手握二十万重兵的上将军 关节尚在我之上 不急 等关将军来了 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跟随他就可以了 关将军那边还没有消息 要不要属下去 老杜 老杜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老杜 将军 行行行行 老杜 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 还不是聊聊 皇上兴奋的那位东平郡王 这不就要到我们西楚州了吗 我正想去将军府上 跟将军商议此时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平郡王 在京城享受惯了荣华富贵 如今 被封到咱们这穷乡必养的 定是舍不得那京城的繁华 磨蹭这么久才到 你说啊 他会不会在我们这儿 又来上三个月 再去东平郡 我跟你说 我可没那闲工夫 陪这个小郡王 天天跟着他请安 将军多虑了 你想想 最近西湖残兵 总是骚扰我边关村镇 这戈壁里的沙匪马大胡子 又结了一批伤人的祸 将军你是有守城重任的呀 属下最近也是分身乏术 那只能委托王主部 去驿站帮我们接待小郡王了 老杜啊 还是你心眼多 行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网友事 我先走了 这 这就走了 走了 走了 好 恕不远恕 行 王主播 那就有劳你带我跟将军 去驿站接待小郡王了 喏 少爷 我们到了 西楚州主部王为 带官将军和杜之府 恭迎郡王 西楚州主部 带官将军 王主部请起 不知杜之府和官将军人在哪儿 启禀殿下 西湖最近有军队 进犯边关村镇 戈壁上的沙匪又作案频繁 抢了伤人的祸 官将军和杜之府实乃分身伐术 等忙完这段 一定登门谢罪 有劳两位大人惦记了 这登门谢罪就不必了 本王也是初来乍到 想看看西楚州的山川景色 你回去告诉两位大人 让他们好好当臣 本王择日就会骑车 不打扰二位 属下明白 这西楚州的知府和守将 也太过分了吧 咱们千里迢迢地赶来 他们连面也不露一下 西楚州文有知府杜元昊 吾有沃军二十万的 上将军官也 他们两人在此地共事多年 相处融洽 突然出现个我这么一个郡王 他们心里定是不舒服的 他们二人来见 那是给面子 若是不来见 找借口有事在身 无暇接见 我也不必在这里自讨没趣 小六 立刻封两封厚礼还回去 我们明日一早起程 这东平郡里 还有更好玩的事情等着我们呢 不必在这里自讨没趣 诺 就走了 大人 这东平郡王脸上 丝毫没有被贬得沮丧 相反 他反而对咱们西楚州和东平郡的山川地理 还有人文风情 颇感兴趣 他还说 要游完沿途的风光 树下猜 这位爷 是不是就出来转转 走走过场 等皇上这气消了 或者太后惦起 他又被召回京城了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不去想了 凡事都有关将军顶着 再说我昨日 的确是公务缠身 他稍加打探 就知道杀匪的事 也怪罪不了我 希望如此吧 此时在意也是徒劳 大人就是有心想追 恐怕也追不上了 这郡王啊 可能已经到东平郡了